1月13号基隆市立委选举开票结果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沛翔 以91986票赢得胜选 林沛翔除了感谢支持者之外 特别感谢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大力支持 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也强调将到国会为所有基隆人发声争取权益 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提前上工 首先在这边要最感谢的是 我们基隆所有愿意相信沛翔 愿意相信说我们基隆的未来 是可以变更好的 是可以变得更棒的 我们基隆人期待的是一场正面 正向正常的选举 我们期待的是未来基隆 要从中央获得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权限来改变我们的城市 同时之间也是期待 佩翔来进入国会 帮我们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 我们应得的福利 那第二个我想 我后面的这些支持者们 一路走来 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些支持者 佩翔没有机会 在这边 跟大家说出这些感言 当然也要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老爸老妈跟老婆 在这段时间 背负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最后要在这边 特别感谢的 就是谢国梁 谢市长 没有国梁市长的大力帮忙 真的 没有他的大力帮忙 我们这次的选举 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所以佩翔会把我们全基隆的心声 全基隆人的支持 放在心里面 跟我们后面一起打拼的团队 到国会 把我们所有的基隆人发声 把我们所有人 基隆人争取更好的权益 更大的权益 让我们未来 把我们的家 把我们的基隆市 变得更好 变得更棒 谢谢 不过最后第一件事情 是马上要跟中央各单位 开始做出协调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些 中央各单位 尤其像港务公司 尤其像国有财产局 有些我们李民 有些我们基隆市民的权益 他们是有时效性 有时间性的 可能马上就要被改变 那佩翔会进 所以礼拜一开始 我就会安排 跟各单位进行拜访 进行会堪 然后把我们 目前我们基隆市市民 对中央 或许对基隆市市民 有所不变的地方 先把先一步去了解 然后先一步去沟通 再来我会积极跟市府 来展开联系 我们来合作 看基隆市府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协助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帮忙 而这些事情 佩显认为都不能等 不能等到说 2月1号上任之后 再慢慢一步一步来 下礼拜 下礼拜一就开始 高兴 只有了不起 一个两个晚上一天 礼拜一继续拼命 继续打拼 继续帮我们自己 基隆的争取权益 不能停 绝对不能停 时间很短 而且基隆要处理的事情 基隆要拿到的东西 基隆要该争取权益很多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那我的团队也知道 我是个性 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这些 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这是佩显未来会做的事情 干嘛关于国民党 跟民进党在立委 议院的席次的这个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那下面各地区还在开票 那未来 我认为不管党派 那对于民生议题 对于我们基隆的民生议题 我认为各党派 他们各有需求 我都会寻求大家的支持 当然是本党优先 那我们要想办法 在立法院就提出 我们对基隆市 有利的发展 有益的发展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突破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